小李翘 他能爱我吗 你爱我 爱不爱我 我这十年苦练功夫 就是为了托你这向你太监 今天 我定要杀了你 今天我先不与你对 来日 我才与你摔造 难道 是有轻功非常缺点吗 张欣世上又有谁 有这么缺点的轻功啊 阿飞 你是怎么上来的 轻功啊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你别话 你刚才说世上无如此好轻功的人 这位兄弟若是能起此回生 我跟他见 你来吧 你之前说什么来的 阿飞真被兄弟真能起此回生 跟他行 咱们这儿还有两个高手 真的 一个是你 一个是我呀 一会儿 我们母子联手抓着这个假言网 送他去见黑眼网 我可以放下记号 亲愿梦德尔马上就会到这儿来 说你的小混音 也计划出冰片 说的是这解封车吧 隔不多时就想成长 我过来的时候顺便麻烦 连我以前罪过李向怡的命 否则他早就把我一块下来 或许这个仇家帝李向怡 跪地求饶之事 这位东方兄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抢着替李向怡 连颗十八的抢头 最后救了李向怡的命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才是玄废后 难以至尊 你 只不过是我和七木山 从乞丐队里 捡回来的小乞丐吧 李莲华 你才是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我在这边就杀了你 不要死我 再见 我在意你就是狗 方小宝 方小宝 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 江湖再见 再离我 就是狗啊 你就是神医李扬花 谁 不是啊 哟 李神医 你回来啦 这武功可不能瞎练 我太不练了 不练 我告诉你方小宝 你还做形态呢 你这个笨头笨头的狗子啊 杀死了还做形态 那个大猫头 无端的杀人 无端的斗恶 你的良机过得需要 别别 行行行 练就练吧 说这么多话 如果 我说的如果 如果有人充满婴儿的话 手里面的凶手 可能会出现 好主意啊 好 穿上吧 穿上吧 树无奉陪 我的脸 要不要人吃什么 不顾客 我跟脸上都是用力做的 你干什么呢 别给你的准备了 不能吃 别给你的准备了 这有个小伙子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